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话竞争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竞争最新消息 2024年 霹雳5 Baking正式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的比赛项目 街舞齐齐背后长期在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 徘徊游走的嘻哈文化正是全球出圈 原生于美国 兴起于中国的嘻哈文化 已从原本的边缘文化 亚文化 逐渐成为全球潮流的热点之一 以全方面渗透到全球时尚潮流中 掌握新世纪青少年的心智和潮流趋势 意味着掌握着一个最有购买意群体 毕竟全球90后 00后 05后都逐步实现 或已经完成实现自主消费的时代 如何掌握嘻哈文化品牌和产品变现 一直以来都是众多品牌商们 所在探索和追寻的财富密码 在很长时间内 嘻哈文化的青蛇品牌 绝大部分都掌握在欧美顶级机构手中 原生于中国的嘻哈青蛇品牌 往往只在国内小众圈子内流行 无法触动全球范围内的嘻哈文化热爱者们 这有着各种客观和主观原因 但这看似牢不可破的天花板 貌似在慢慢裂开了一丝裂缝 已经逐渐有原生于中国 但成长于欧美的嘻哈青蛇品牌 在慢慢成长 其中就有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来抛楼 本期节目 我们一起去探寻青蛇体验潮牌 也抛楼 首个全球品牌体验中心 看看从把同卖的比金字贵的 以抛楼创始人摘里 是如何花费近六年时间 打造打磨品牌服务升级 它是如何让美国顶级嘻哈明星热捧 如何让欧美嘻哈街头文化 与定制文化碰撞与融合 这还是如何打造 由心而来的小人物大梦想 它是如何打造与用户成长共建的品牌 如何让用户成为他们的全球品牌故事 让用户如何通过产品品牌 体验品牌的内核精神 今天来到了阳城同创会 广州甚至中国华南互联网创始术心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老朋友 Aporo Jerry 听说他的东西搞了一年 终于像的样子 我们去看看 Jerry这个东西 我冥想终于搞了要好多好多年了 然后今天来了 来来来来来 先来看看他东西 Jerry搞了七年的Aporo品牌 全球青色品牌 今天终于看见了 他搞了这个搞了一年了 再看这东西 真的挺棒的 我们先去找Jerry Jerry Hello Hello 好久 好久 7年 7年搞了Aporo出来 今天我们来看Aporo全球青色品牌 欢迎米哥 哪里 在哪 这边 搞了一年的店 搞了一年的店 欢迎米哥 来Aporo餐店 还有地板都有 来来来 Jerry 这是你的秘密基地 现在秘密要公布于世了 你们可能很奇怪 Aporo做全车青色品牌 他到底做什么 今天你现在叫创始人 还是主理人 我们叫主理人 主理人 Jerry来讲一讲 来我跟着我们镜头看看Jerry的东西 这些都是一些什么东西 我看到其实好多的这种 bling bling的东西 他跟我们平常看的这个珠宝 或者是这种视频 有什么不同吗 最大的不同 其实我们是把美国的街头文化 和我们的珠宝工艺 去做了一个融合 珠宝 对 珠宝工艺 对跟街头文化去做了一个融合 来来来看一下 然后这些是一些比较时善的元素 也是由我们的海归设计师 然后他们去把欧洲学到的一些比较前进的一些设计理念 再结合街头文化去设计出这种原创的一些风格出来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店本来就是你们未来的一个产业中心 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来的 这个店是应该是我想象中未来的一个我们品牌全球化的时候的一个实验田 实验田算是第一个线下门店 我们在尝试的对未来的线上和线下零售店去进行一个融合的实验基地 然后为我们海外各个国家或者渠道的分销商 未来我们想去做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它不停停是一个展厅 对 它是个实体的店 对 是一个构想 构想 那我们来让Jerry介绍一下 这些不同的产品 它的故事是什么回事的 它的街头文化跟Aporo之间是怎么进行一个化学反应的 那你要看这个 对吧 像这个 首先从这个门店的设计开始 这个我们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当时请了一个华裔 然后也是在法国一个比较知名的设计学员毕业之后 回国帮菲拉格木做华丹区的门店设计的一个设计师 帮我们从头到尾的去了解我们的品牌理念之后 做了一个这样的空间设计 包括陈列的道具全部都是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的 这里还有好东西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我就开了 我的天哪 你还那么多好东西 下面还有吗 都是 下面还有好东西 我的天哪 全都是好东西 大家看 喜欢这种冰冰冰东西 简直是一个天堂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把我们对奢侈品品牌的一个理解和认知 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品牌里面 然后去给我们的用户去提供一些高刚的体验 他讲的套话 我想知道 谁买了点东西 听说最大的几个明星都是你们的代言 谁啊 像比利艾利什 Machine Gun Kelly 还有奥尼亚的两个儿子 张罗斯的大儿子 都已经我们收入难中了 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来看看这个全球的新色品牌 Apollo 来继续 这些呢 这些看上去像是 这些款式就会可能大家第一眼就是比较浮夸 这些基本上是给美国的嘻哈歌手他们去做的一个穿搭解决方案 嘻哈歌手 因为他们喜欢比较浮夸 然后这种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眼看过去不是那么实用 但是他很吸睛 所以你们可以翻墙去看一下Instagram 还有再关注一下中国新收场的这些歌手 像热狗啊 杨和苏啊 那都是我们的客户 他们都在用这些 狗书 我看到还有很多很年少 还有这些是镀金 这个是要重点介绍 重点介绍 对这个是我们在应该是前年去尝试的把中国的文化 元素 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去传递到欧美的主流圈子里面去看到东方文化背后的一些特点 然后这个评的也是我们目前卖的最好的 OK 完完全全原创的 我可以问一下像这个卖到多少钱 这个差不多要四百美金吧 这种就一百美金左右 Jerry曾经跟我说他要把铜卖的比金子还贵 我今天终于看到了这个四百美金大概人民币是七三千多块钱 对 四千块钱的东西 哇塞可以 这边呢 这边我看到很多bling bling的彩色的 这边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 我看到一些像是有颜色的宝石的组合是吧 像这个 OK 这个是我们现在跟美国这个很知名的潮牌叫kuji 我们做了一个官方的合作联名 然后呢我们也是在帮助他们这个品牌在珠宝配饰这个类目 我们去首开签盒 我们做了一个尝试 那现在也很多美国的明星也开始在用我们的合作联名款 OK 是我们真正进入这个主流文化 跟对方的文化的头部的品牌去进行联名的第一个开始 大家来看好看 我就挺喜欢他这个多彩的颜色 因为相比 他的品牌 他的品牌就是多色 他们的服装一件衣服都在五六百美金左右 据说今年他们会跟Supreme合作 那我比Supreme更先跟他们合作了 OK 还有这边 我看到这个柜子本来就很有特色 包括这个非常有 对 所以我们说的那个这个空间设计是特别牛 我觉得我们华人有越来越多优秀的设计人才 应该为我们中国人的品牌去赋能